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原创制作的韩国惊悚片《鱿鱼游戏》 一经推出便迅速在90多个国家爆红 而其中活摘器官进行贩卖的情节 更是影射当今的中国 在《鱿鱼游戏》中 基层士兵偷偷把还没死去的参赛者送去活摘器官 再把器官卖掉谋取暴力 进阶与国际抨击中共活摘器官的现实惊人的相似 英国《每日邮报》17日报道 人权组织称 中共每年从10万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身上 摘除心脏 肾脏 肝脏和眼角膜 一个由政府运作的暗定单杀人器官贩卖网络 在大规模运作 尽管北京极力否认 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6月发表12名联合国专家声明 中共从被拘留的特定民族 语言或宗教少数族群的活摘器官计划 每年赚取10亿美元 特别报告员在声明中说 格告讯息显示 被拘留者可能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被强行咽血 做X光和超音波等检查 而其他囚犯不需接受此类检查 警察结果被登记在一个活体器官来源资料库中 以便器官分配 每日邮报揭露 中共以国家之力进行器官贩卖 几十年来一直有据可查 但北京通过向世卫组织低报移植数据 来掩盖其侵犯人权的行为 而世卫组织则被迫接受成员国的官方数据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恩杰编译